一般我们所接受到的医疗资讯都会告诉我们少吃肉 少吃盐、少吃糖、少吃油 基本上少吃糖这是对的 少吃盐因人而异 少吃肉这个就会有点问题 虽然吃肉本身不太环保 但是因为吃肉本身可以得到一种饱足感 那饱足感有什么重要性呢 因为当你有这个饱足感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休息时间会想要找很多零食来吃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为了养生 我尽量多吃一些淀粉类 因为我不是吃肉 所以应该会比较健康 但是因为淀粉类它本身所造成的血糖和一身高 那血糖升高不是只有糖尿病的问题 而是它血糖升高以后它会下降的很快 那在血糖下降的时候 我们又会觉得耳朵 所以又要再吃一些零食 这些零食又是以淀粉类为主 那我们血糖在上升的时候 我们的胰岛树就会大量的超掉 当然也会有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 但是最主要就是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大脑 这点大家很多都不晓得 现在人常常记忆力都衰退的很快 就是最主要还是淀粉类太多 因为淀粉本身它血糖一升高 尤其是面粉血糖一升高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会整个浸泡在这个糖分里面 就整个会昏昏沉沉 所以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 诶 为什么我在吃了一些电粉类或是甜食以后 整个人感到就是昏昏沉沉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因为你的大脑开始已经受到伤害 所以电粉类吃太多危害有什么呢? 糖尿病、肥胖、记忆力减退、三高 这些通通都有可能会上升 那你可能会问电粉类食物有哪些呢? 首先面粉是造成血糖造成糖尿病 造成血脂肪过高 造成记忆力减退最严重 那米的话它是比较好的电粉类 但是我们一次以一碗以内为限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患者 他一次吃两碗的饭 结果就造成因为电粉类的消化不良 使大脑产生了一个很厉害的伤害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 还有稀饭 这个一般人比较不会注意 以为稀饭很好消化、很好普通 其实稀饭它所造成的血糖 是跟面粉一样高 所以各位观众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吃面粉类的时候 尽量以米食为主 那另外像有些什么面条啊 面粉类啊 或者是那个 那个油面啊 或者是像那个饅頭啊 像汉袍啦 这些面包啦 饼干啦 这些面粉类的制品 平常能少吃就少吃 如果真的想吃淀粉类的话 我们还是以米食为主 尤其是五湖米、十湖米、超米、配芽米 这些都不错 当然你如果觉得说 我还是想要吃白米 也可以 就是一次以半碗内 没钱 这样就可以了